牛顿 霍金 特斯拉 爱因斯坦 霍金 多一个 牛顿 铁利瑞 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 居里夫人 还有我们的李远哲 爱因斯坦 然后牛顿 霍金 很好 那我们要问三个女科学家的名字 居里夫人 女科学家 女科学家 嗯 想不到耶 居里夫人 嗯 看不到了 我们先拍 真虎德 居里夫人 哇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居里夫人 牙扣 不知道 皱壁一下 告诉我 女科学家 说到女科学家 说了居里夫人 你还能想到谁呢 2014年的调查发现 人们对女科学家几乎毫不了解 研究人员要求受访者在五分钟内 想出十位女科学家的名字 将近五分之一的人答不出来 现在换你来挑战一下 不用Google的话 你可以说出多少名字呢 想不出来吗 别担心 今天就让我们来说说 三位你不能不知道的女科学家 史上第一位城市设计师是谁 没说不知道说了吓一跳 是一位出生于200年前的女性 艾达勒弗雷斯 艾达从小就展露出强大的数理天分 12岁时就发想出 以飞马为圆形的动力飞行机 还会研究鸟类解剖学 以改良它的机器 长大后的艾达 与发明家巴贝奇藉由书信讨论 插分机的技术 进而诞生出现代电脑的概念 而艾达笔记上的演算法 则被认定是最早的城市语言 换言之 艾达就是史上第一位城市设计师 Coding之母啊 可惜的是 聪明的艾达却在37岁时 因为癌症治疗手术失败 早早结束了生命 没对没对 曼哈顿计划的核反应如一只故障啊 急 再现等 快找吴建雄 他知道所有关于 中子吸收截面的知识 吴建雄有核子研究女王 物理研究的第一女士 世界最杰出的女性实验物理学家之一 等一大串称号 他是唯一参与过曼哈顿计划的华人 曾经在二战期间协助研发原子弹 而他最厉害的成就 是运用困难的实验 证明了 与称步守恒的现象 推翻了大家习以为常的对称性假设 在物理学界投下了超级震撼弹 这项划时代的发现 让吴建雄的同事杨振宁、李振道 荣获诺贝尔物理奖 但是 可是 不可思议的是 吴建雄却并会因此得奖耶 罗沙琳、富兰克林主要研究病毒 煤炭与石墨等物质的结构 也是史上最重要的DNA摄影师 而最重要的作品 便是1952年所拍下的 51号照片 然而 罗沙琳的同事威尔金斯 私下将51号照片 拿给不同实验室的华生和克里克看 正是这一眼 让两人解开了DNA的秘密 并修正了原先的假设 提出震惊世界的双螺旋结构模型 不过 后来诺贝尔颁奖时 华生、克里克跟 威尔金斯三人共同获奖 拍下关键照片的罗沙琳 却被遗忘了 直到多年以后 人们才逐渐了解到她的重要贡献 回望历史 有许多优秀的女科学家一生智力研究 却因为学界的忽视 让她们的名字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之中 随着时代进步 我们开始重视这些 用知识改变世界的女性 但似乎 还是没能突破玻璃天花板的限制 像是在台湾 从事科研的男性人数 仍然是女性的两倍之多 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呢 真的是因为男生理科强 女生文科好吗 这个我们下次 不对 我们上次就已经做过影片 给大家解释解释了 点击这里看一下吧 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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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集